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另外一件好奇的事 甚么样的打击 会让苏一红告别最热爱的新闻工作 现在的苏一红 已经开始在享受人生 苏一红提供苏一红坦廉 快过50额之天命 渐渐感受到体力不如以往 然而真正压垮的热衷新闻播报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在去年4月得了带状泡枕 泡枕从额头长到眼睛 整个人痛不欲生 差点失明 最后好大量药物才康复 那场突如其来泡枕心害 苏一红第一次定觉 有且没得花深刻感触 心中才燃起求去想法 其实 苏一红去年下旬早打算也退 套两农里年在即 因而与华士达 承博至本月底默契 到处去旅游 是苏一红接下来的目标 苏一红 提供苏一红强调 在华士播新闻的日子相处融洽 离开完全是个人生涯规划 说实在的 也该让年轻人接棒 说穿了 健康才是他和主播说拜拜关键主因 严格来说 去年四月得了 带状泡枕 真正让苏一红上了一堂 再多金钱 也买不到健康的宝贵一课 他离职不能说的秘密 就是从事主流自己的健康 然后享受人生 主持人照技美 主持人登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完美